海洋的事情 海洋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海裡有很多的垃圾 或者是廢棄魚網 其實這幾年來 我們民間發起了很多的近海活動 那都是由民間自發性的發起 在海洋的問題上 就像海裡有很多的垃圾 包括跟政府一起合作 那這幾年不管是環保署 或者是海委會、漁業署等等 都陸續成立了海洋環保艦隊 或是潛海再降的這些計劃 希望能夠鼓勵更多的潛水朋友 還有船或者是擁有船隻的夥伴 能夠一起參與這個海洋進海的活動 那像我們基隆部分有像河平島 還有我們就是東北角韓域的這些 像以海號火災教練這邊 還有我們的舊鮮水同學會的這邊的 自發性的進海活動非常的頻繁 那長期來我們也跟這些基隆市政府 還有跟我們的漁船跟漁會 也致力的在基隆的像基隆嶼 或是潮進公園、河平島等地區 做了一些進海的活動 那希望也是能夠大家發揮自己的力量 不管是進海或者是從源頭減縮 像基隆現在也推了實名字 也希望能夠從源頭去管理這個漁網的 濫用的問題 那這些措施都希望能夠跟民間一起協定來回復 海洋的永續 當海洋它有自動就是在生的能力 可是在生的能力遠不及我們被破壞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藉由這個人為的方式 我們來放一些腫苗來補充自然健康 就是來不及補充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那可是就是說 我們人放出去這些腫苗啊 就是說到底健不健康 然後放出去之後是不是可以存活 這些就是說都是其實蠻重要的一個課題 所以放油絕對不是只是簡單的就是把腫苗放到海裡面去就好 其實背後也需要就是經過很多的評估 到底要在哪些地方放適合的種類 那放完之後的話 他們能不能順利存活 那這才是就是能夠達到就是資源富裕的重要的環節 就好像一個外國人 外國人來到台灣之後的話 會不會造成這邊種民的一些混亂 或是甚至大家常聽到會不會造成所謂的基因載化 那造成就是這邊基因弱化 那即便說這邊有這個物種 可是因為它有一個基因弱化的溫氧化 那可能其實效果就不會如意其 或甚至對當地的生態造成物色 今天做的這些酒孔的放流呢 最主要呢 它其實就是法規都有限制 第一就是一定要是無藥物殘留 然後重藥物殘留標準都要合格 然後第二個最主要就是你一定要放原生種的品種的東西 生物 今天的放流活動是基隆市政府 然後海域經濟會還有漁業署他們主辦的 那我們今天來放流的這些酒孔呢 就是有經過水溫型檢驗 通過 然後一些純種的 那希望說藉由這樣子的活動呢 一方面是富裕保護環境 那第二方面其實對我們產業也是有幫助的 說酒孔的發展 在我們東北角其實算是它的種源的地方 那今天放流酒孔的幾個要點 其實酒孔它是喜歡 它是氣息地是在郊野地區 所以呢它需要有附著的那些三五膠或是一些岩石類 或是一些固體的 底部的不能是泥或是沙 因為如果是泥或是沙的話 他們就沒辦法附著跟氣息 那它的酒孔的濕性呢 其實就是很天然的藻類 它利用它的齒舌在刮取 三五膠上面或是石頭上面的一些藻類 那透過它們刮取這些藻類呢 然後攝取它們每日所需的營養 那其實酒孔其實是一個 酒孔和鮑魚其實是一個非常環保的一個生物 它最主要的就是使用當地的藻類 那所以如果污染當地的污染物或是一些水質 如果環境不好的話它會容易失望 那它的唯一的天地除了人類之外 有一個天地就是螃蟹跟龍蝦 那所以呢 長期我們在冠牆水下的時候的時候 如果酒孔數量多的話 我們打算當地的環境相當好 那也是一個環境的一個指標性的生活 我來看你的 那就是賞弄了 我來看你 這麼多吃飯 那天地的g蝦 你來看你